嗨,我是Ryan 欢迎收听一人公司实战手册的节目 今天是第41集 我们要聊的是七个关键 教你制作出受欢迎的Podcast的节目 并且上排行榜 今天我们要聊到很多具体的技能 包含说要不要写稿 要不要添购新的设备 然后要录制什么样的内容 才可以跟你的听众更有连结感 要怎么去计划你的内容 今天我们全部都会讲到 所以赶快准备好你的笔记软体 或是笔记本 我们要来进入正题了 现在正式点半点准时刻 如何利用各种生活策略的堆叠 将自己打造成最高效的个体 如何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 做喜欢的事 同时赚到更多的钱 如何利用一只手机一台电脑 在网上建立自己的事业 创造多重现金流收入 这些重要而且有趣的问题 我们将在这个节目一起找到答案 我们的目标是 利用最扎实的技术策略信念系统 完成这些目标 扶出生命的最大潜力 我是Ryan 欢迎来到艺人公司实战手册 OK 最近Podcast好像越来越红了 好像任何一个人都应该 录制个一两集Podcast节目 不然就这个好像落伍跟不上流行 不是我不是说听哦 是任何人都要录制哦 只是听的话好像还不够的样子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制作一个好的Podcast节目 那为什么要录今天这个内容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前几天意外发现 我在这个Apple的Podcast 这个有个T的音有Podcast 排行榜上面入围了 入榜了 在总榜呢 是第64名 它一直在变动 我刚看是64名 但是呢在商业内 我居然呢非常这个荣幸的 几近的前十名是第九名 就是这个艺人公司实战手册这个节目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正在收听的你 有你的支持 所以这个节目呢 这个品质普通的节目呢 就慢慢的这个挤上去了 那我会 顺应这个潮流 我应该就应该 把这个节目越做越好 感谢大家 那么这第一个原因 所以说我想说来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做这个节目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讲到 最近越来越红了 其实这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了 但是在台湾来说 其实之前 以前就一直有一些中文的Podcast节目 但是 节目不是那么多 然后听的人 好像也不是那么多 可能有人听到现在 还是不知道什么是Podcast 因为你可能在YouTube看这个影片对吧 我就跟你解释一下 它其实就是电台节目 然后英文拼音是PODCAST 那么 其实你在任何的装置 你说怎么听呢 你手上有iPhone 或是Android的手机 其实很有可能里面就有内建了 像iPhone里面就有内建这个Podcast电台 你可以进去就可以看到很多节目 Android的话呢 你可以到像Spotify 你听音乐的这个里面现在有电台 Google Podcast 或是各式各样 你在不一样 你在那个Google Play商店里面 你只要输入Podcast 就会出现很多可以听这个电台的App 那他都可以去收听到一样的节目 你不妨就试试看 你会发现一个新天地 那因为他越来越红了 所以我想有很多人想制作这样的内容 我就来分享一下 但是我自己制作Podcast 其实才一年的时间而已吧 那我有什么资格来讲 这个呢 等一下我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有稍微有点资格来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压到后面来讲 好 那刚讲为什么要讲这个内容 有三个原因吗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 其实这个电台节目啊 是跟群众沟通一个很好的平台 也意思是说呢 它是一个如果你要做一个一人公司的话呢 我认为非用不可的平台 因为它如果是跟群众沟通很方便的平台呢 它就是一个行销很好的工具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你说这个节目应该有兴趣自己做一人公司嘛 那么你应该要 不只现在要了解这个Podcast的趋势 同时你也应该开始录制你自己的Podcast 所以今天呢 我会讲所有的这个 你该怎么从零开始 你该怎么样规划内容 你该不该买器材 该不该这个写稿 这些东西 但是我不会去讲录制的技术 因为呢 这个其实在网络上你Google 可以找到很多那种简单的Podcast制作教学 我就不讲这个 我就讲更多策略方面的 心法方面的东西 好 那么 今天这个节目适合谁来收听的 首先如果你完全没听过什么是Podcast 我认为还是适合收听 因为我讲到很多 你或许是行销策略面 因为还是内容行销的东西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开始自己的Podcast 但是很有可能呢 这个录到一半 现在开始有点找不到方向 开始有点 有点彷徨吧 那今天我讲的内容会非常非常非常适合你收听 好 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 有一点点资格讲这个呢 因为其实 虽然我Podcast才录 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或是一年上下 但是其实我的YouTube 我已经做了三四年的时间 然后现在有快要六万的订阅 当然有的时候有些节目的观看 次数不定那么多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稳定成长 也一直有新的听众 那我的YouTube频道的内容呢 从一开始录 或者说你讲整个频道里面有两百多 可能三百个影片吧 其实有八成以上 甚至到九成吧 全部都是这种纯谈话型的内容 就是我面对个镜头 我就一直讲话 甚至呢 是我很多时候是我在Facebook直播 然后我就直接把原封不动的摆上来 我非常非常少的剪接 而且我YouTube频道呢 从来不上字幕 而且我也很少做什么字卡啦 这种跳剪 像很多人录YouTube喜欢做 一句话一句话中间 不要让它中断 对不对 但是我几乎完全不做这件事情 所以 其实我的YouTube节目 它一直就是有点Podcast 这种电台节目的感觉 只是我多了一个这个画面而已 但是这个画面其实可有可无 所以其实我录制这个节目啊 从这个YouTube 从一开始就不是靠画面感 或者是很漂亮的这个特效 或什么东西来取胜的 所以 虽然我在Podcast这个平台 才一年的时间 但是 我认为我的这个 真实在录制的这个 就是以声音 声音为主的内容的这个经验了 已经有三四年以上的时间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可以来录制这个东西 录制今天这个这个tips ok另外一点是什么 另外一点是我其实相当相当熟悉 小成本的制作 呃像YouTube里面哈 你看到很多呃大的频道 他可能呢 这个影片是有片师在帮他剪 或是有摄影团队啊 或是有企划有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我一直录制以来呢 都是我一个人 就是我一个人发响 我一个人录制 然后我一个人做后置的处理 做剪辑 诸如此类的 如果要剪辑 虽然我很少剪 所以我想这个场景比较符合很多 现在要录 这个Podcast的人 因为你可能也是一只手机 一个简单的麦克风 就开始了 那我等一下就会讲到 这个小小成本的制作呢 有什么优势 以及你该不该去添购设备啦 你应该怎么看待这所有事情 所以今天我会以一个 呃过来人的身份啊 去跟你讲这个 我刚刚讲到的七个关键 七个关键 不好意思我刚刚打到麦克风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杂音 如果有的话跟你说声抱歉 好那我们切入正题 七个要点 七个关键 教你制作出呃 受欢迎的Podcast 并且还能够上派行榜 ok 第一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呢就是 你一定要有长期抗战的打算 那我认为的标准呢就是呢 你应该要有一个最低标准是 每周至少两个更新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不是周跟听说周跟都可以吗 我觉得啦 如果你真的把这当一回事 想要呃 把经营好的话 每周两根我觉得是蛮蛮合理 蛮正常的一个事情 以上 然后呢你要有一个跟他玩一年以上的这个打算 ok 好那如果你是 呃 周跟啊 如果是每周周一根的话 那就是50级吗 52级一年吗 对不对 所以呢这是我最低标准就是 呃你最少要每周两根以上 然后呢你至少要维持一年 那如果这个两个你你 不一定要达成还怎么样 但至少你要有一个50级的量 就是我的强度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呢 很多人在做这类型的事情 内容行销啦 做个人品牌啦 做节目的时候啊 很容易拿短期的结果来评价 短期的行为 就是说你可能前三集前五集 你花了很多的力气 然后呃你去设计啦 你去录制啊 然后呃你你花了很大的功夫 才好不容易上架你的节目 但是他收听数没那么高 这个时候你就会评价自己说 啊这个我的行为做对了会做错了 其实根本就还不足以评价 因为呃他的样本数还不够啊 然后呢而且你还没有给他时间去发酵 所以千万不要拿短期的行为来评价 短期的呃 sorry说说应该说千万不要拿短期的结果 来评价短期的行为 我看过一个数据他是这样说 他说呃几乎没有podcast 就是说因为录制节目的人很多 像你看youtube好了 你会看到很多网红不断重复出现 对不对 但是其实更多的是你看不到的 就是可能个位数订阅 或是呃几十呃三位数订阅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最多的放弃了 那podcast来说好像也是这样 就是说很少节目可以撑超过一年 然后呢呃甚至有很多人都是录五集 五集以内就结束了 你如果有在逛这个podcast节目 去到处逛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人他停更 那有时候就三个月半年一年就过去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就是我刚刚讲这个短期 他没有一开始打算完长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要开始的话 你就先给自己呃做一个承诺 说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一定就给他录个一年 我一定至少录个五十集 而且如果我想我想要玩大一点 我就每周至少两根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心法 第一个好 那么呃这个 这边我要补充讲一下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长期抗战呢 其实也不难 我前面也录过一个节目叫做说 呃他在就有一个CEO 我叫Russell Bronson 网络行销的大神 他在他事业最低潮的时候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开始录制podcast 那他录制了好几年之后呢 有一天他才知道怎么去看这个后台 就一看发现 哇原来前面好像三十集四十集 根本没人听 你看哦 如果他那个时候去知道 知道说根本没人听 他很有可能就中断了 但是呢 他他回去check这个数据 那个时候啊 他已经是一个呃 可能几万人 几十万人收听的一个podcast 你看哦 如果他更早都去评价 他的行为的话 他就可能会扼杀掉一个 这个数十万数百万听众的podcast 所以说呢 你要怎么样 来呃做好这长期抗战呢 就是不要去看短期的结果 这个我反复来讲同一件事情啊 但是重要的事情重复讲嘛 对吧 甚至呢 你要重复听 我说你先听一听呢 啊一个月后两个月后又突然有点 这个失神了 回来再听这一集 就重复听一样的观念 好 那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因为呃 我还讲同一点同一点的 长期抗战这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是重复出现 你不能 我刚讲的就是说 三个月突然不出现了 因为 其实有的时候我去 我自己去追podcast 呃 我对这个人有兴趣 可是我去看他半年没更新了 其实上我就不会再回去看了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放弃了 对吧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更新这个频道 所以你就是不断的show up 不断的出现 这很重要 好 所以第一个 长期抗战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呢 你一定要 以终为始 什么以终为始呢 就是回答一个问题 回答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 我为什么 为什么要录这个podcast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我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做这个节目 呃 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希望一年后三年后 我希望这节目长什么样子 我希望听众听完之后 有什么感觉 我希望听众 以后提到这个podcast 他们会怎么形容 这东西实际上先问了 这跟我们做产品 这很像的 在在做行销的时候 其实行销就是设计这些讯息 然后跟 呃 把这些讯息丢到市场里面 去跟群众做 这个碰触 做接触嘛 对吧 所以你必须要先 预先回答这些问题 你才 有可能去制作出 有灵魂的内容 ok 那像对我自己来说好了 我自己有三个理由 我跟你分享 第一个呢 是我最早 做这个youtube 还有这个podcast 如果你去听我的第一集 第二集 我前面十几 十多集吧 都是在车上 开车的时候 他就是免 就是放在那边的 因为我开车不能用手机吗 就是放在那边 我上这个启动前 这个上路前 我就按着录音了 然后我就开始聊天 讲话 然后到目的地 我才把它按掉 就是就这么做 好 那 我在录制什么 我在录制一个记录 就记录我那个时候的状态 记录那个时候 我创业的一些想法 记录那个时候 我学了一些东西 因为 我是想想的 今天假设我会制作一个很好的产品 未来会很多人使用 那我不应该到 等到真的很多人喜欢这个牌子的时候 我才开始敲锣打鼓 说这个牌子很棒 最美妙的事应该是 我从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就开始记录 说哎 我有这个想法了 然后我现在打算做这件事情 然后 我们来试试看 做完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隔一个礼拜之后 又说啊 上礼拜我们不是说要做什么吗 结果呢 遇到什么困难了 但是没关系 这个 它才会有一个故事性吗 而且 应该这样讲 如果 很多人都想要直接得到那个结果 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或者很多人订阅的YouTube 但是呢 我认为最美妙的是 前面这三十集一百集 这东西是 用钱买也买不来的 试想 如果你今天 从零开始奋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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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后 你做起一个频道了 你做起一个电台了 你做起 做一个好的产品 做一个好的服务了 这一百集 它都有价值 它忠实的记录了 所有的起起伏伏 所有你遇到的困难 所有那个时候的想法 成熟的不成熟的 所以呢 第一个我觉得是记录 我也鼓励 我也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你应该要开始记录 无论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呢 很直白的 就是我刚刚讲到 一人公司嘛 一人公司 公司里面呢 我们讲到 这个流量转换 就是流量转换 然后价值交付 那在转换这个部分呢 就是行销相当重要 其实应该是流量部分 行销很重要 转换这部分呢 行销跟销售很重要 那无论是什么东西 Podcast 电台绝对是一个 跟群众沟通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尤其是最近那么红 最近那么红 意思是说 其实很多人直接就挤进这个地方了吗 那 你看哦 我一般在开店的时候 是不是都喜欢租这个 这个 贵的店面 因为人流多吗 那叫什么 那个叫做用钱买流量吗 那这边有一个免费流量 你当然是直接站进去对吧 好 所以说其实 做park对我来说呢 就是 做生意的一个好的工具 因为他可以跟我的 潜在客户沟通啊 然后呃 只可以去销售出更多的产品 刚有点分心哈 因为外面刚好有这个 垃圾车的声音 你看我 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很很随性的 我不知道你们听到外面那些噪音了 但是没关系 这就是最真实的 状态啊 所以第二个呃 做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就是做生意跟潜在客户沟通 然后并且呢 持续的去跟 持续筛选那种销售 烧烧 呃销售漏斗吗哈 就是呢 不断去筛选去过滤 去找到 真的跟你match 的这些梦幻客户 然后呢 你可以提供好的服务 好的产品给他 然后对我来说呢 就是提供这个好的 行销的program 呃好的这个网络行销的一些课程 一人公司的一些 呃训练跟咨询 这些东西 好 那第三个呢 对我来说呢 有一个很很很很重要的哈 就是他属于一个能量的回馈 呃有在follow我的youtube频道的朋友 应该知道我从去年开始也接触了很多 身心灵的东西 然后呃现在目前也吃素了吃了七个月的时间 那我是很相信 然后也很呃留意这个能量的这件事情 那我认为输出是会有能量的 我很喜欢看书 可是你不断不断输入的时候啊 其实我觉得他的能量是不够高的 我我都会这样想 就是说我今天看书看了那么棒的东西 如果只有我知道的话那太可惜了 我一定要用写部落格或是录制影片直播录音的方式 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东西 只要有一个人知道就赚了 因为这是一个免费的平台吗 对吧 哦我发现外面垃圾车声音越来越大了 但是也没关系 因为他们也蛮辛苦的 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在 事实上生活变得更好吗 所以就让这声音伴随着我们继续下去吧 好所以第三个对我来说的理由就是能量 那所以这三这三个是我 找到我去录制这个节目的动机 跟这个理由啊 那当然这后面我都会去 像我刚讲到做生意吗 我会给自己定些目标了 好就是说我希望我的收听人数到多少 然后我从里面可以找到多少钱在客户 然后可以服务多少客户 然后在后面还有很多的细节 呃我觉得就不多说 但是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么你呢 你为什么要录这个podcast 如果你说只是录好玩 可不可以可以好玩也是可以 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去找到更多 呃深层的意义 或者说可以把它量化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协助你在这条路上 可以走更顺利 ok 好这是第二个点 第三个关键我们来讲一下要不要写稿 好不好讲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呃我认为啊我支持的就是不写稿 不写稿那你说 我你好像看我影片在看东西对我写的都只有关键字大纲 然后就是三个字五个字我可以把我这个稿发给你们哈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到那个telegram有个通讯人叫telegram telegram对吧好你去里面搜寻 rw 秘密基地 不对不是秘密基地 rw秘密频道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面叙述专区啊好 那你可以进去我等一下会把这个我的稿 呃发到telegram里面 里面你就会知道我都写什么样的稿 我认为不要写稿好那我讲一下我的理由 呃这个我知道有些人在录制录制YouTube的时候 尤其尤其YouTube呃他会写稿然后他会照着稿念 因为他到时候呢上字幕容易然后他跳简也容易 对吧好 那么呃对于有些有这个镜头恐惧症 有这个麦克风恐惧症的朋友来说呢 写稿感觉也是简单一点的就是你可以照着念 对不对你也比较知道你要讲什么 但是我总是觉得哈我自己在听节目的时候 他是不是写稿其实很容易听得出来对吧 然后我觉得是写稿的这个呃节目呢 常常就少一个那个味道 少什么味道呢少的这种好像真的在聊天 在谈话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是比较生硬吧 哈我其实常会想举个例子 呃这个有些歌手他很会唱歌很会 作曲很会制作对吧 可是你会发现呢有时候他现场呢 会更有味道 他有时候突然来个即兴对不对啊 然后突然呢有些不一样的表演 不一样的表现 呃然后呢这个呃完毕之后呢他会出成cd吗 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 很喜欢去听现场版本的 因为感觉更有力道更有感情 然后这个即兴的地方 甚至他唱不完美的地方 你也觉得特别好 因为特别真实对吧哈 所以我喜欢这个感觉 那以前我讲过一个书叫做 呃什么大脑超速练习讲速速读的哈 他就有讲到就说 当你不断在想就是说 呃上场的时候 主要是上场演讲这个时候啊 你的大脑会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他会不断的高速运作 这时候你反而有时候会有更多的灵感 啊会有更多 呃你预排是排不出来的东西 就是你在预先写稿的时候写不出这个桥段哦 但是一上场一即兴的时候 哎你就蹦出这个东西 我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感受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词穷的时候 有时候会这样讲话打劫了 或什么突然不知道讲什么 呃但是我觉得那也无所谓 哦而且也不用剪掉 其实很多人呢在录这种节目的时候 有时候啊讲错了啊剪掉剪掉 我除了开头了 我有时候开头会讲个两三次 呃除此之外我只要开始录了中间 基本上哦就是9%我不会剪 因为呃就像人家聊天吗啊 你会不会跟这个朋友聊天聊到一半 说刚刚聊错了NG啊 刚刚那边剪掉也不太会 就是打劫打劫啊咬字不正确 像我这个节今天这个内容 讲Podcast 呃好多时候都没有发那个T的音 呵那就那样吗 对不对反正交流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支持的是呢 你就写关键字 你大概要知道个大纲啊 就是说大概知道一下说演讲这个东西呢哈 呃开头应该讲什么中间应该讲什么 后面应该讲什么 像开头不外乎呢 讲一下说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要讲这个内容 然后来一些预告对不对 然后呢呃讲出一些给引发一些好奇心 让人家想拼下去 中间的地方呢不外乎呢 要么讲一些要点 就是说会有像我今天讲七个点啊啊 那有的时候是讲个故事 从故事去带出来 那讲故事的时候呢 哎就要讲一些细节啊 描绘一些情感啊 这个对话啦这些东西好 然后再用一些叙事的手法 那最后呢不外乎做个总结 大概是这个逻辑 你这个演讲的排程还是需要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到youtube搜寻 软物演讲 应该会有两三个 我做这个如何演讲的这个影片 我一个三段题 还有我 我如何设计演讲稿 我在里面都有讲哈 呃 所以我觉得你大概写关键字 就是知道说这一趴要讲这个 像这一趴好了 我们现在正录制的这一趴 我就只写五个字 叫做要不要写稿 我就没有写东西了 其他的我就是跟你分享吗 我就分享我真实觉得要不要写稿吗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认为 不要写稿 那你如果会卡 你就让他卡 卡久了 就不卡了 啊你前 前五级 前十级 前三十级 你都还在找你的声音啦 都还在找一个 面对镜头 你熟悉的感觉 啊 Podcast没有镜头 就是面对这个 呃 麦克风 你熟悉的感觉 所以无所谓 然后你录制的 如果 呃 不是很好 不是很顺 你也不用把它删掉 注意哦 绝对不要删掉 你一定要放在里面 让呃 听众朋友在未来到100集的时候 他也回去看说 哇天呐 原来他第一集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现在居然可以做那么好 哈 所以呢 这个呃 我觉得不要写稿 试试看 练习一下 这是我个人的方法 好 第四点 那么关于这个内容部分 所以我刚讲的这个这个大纲啊 这种骨架之外 还有什么重要的呢 我我始终保持一个信仰啊 就是价值第一 价值第一 就是当然有些人录制的节目是有些就是娱乐型了听了书压的啦好笑的啦哈或是音音乐的放放音乐了像电台这样子哈这个是是一块但是我我始终认为哈就是时间是宝贵的啊今天这个听众他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听 他这个时间就回不来了哎他听了三十分钟一个小时 他就就花掉了 那如果这个时间可以让我们两个都有一些进步那不是挺好的吗 因为在其实我的频道就是讲很多个人成长了所以我对成长这件事情会比较在意一点啊所以呢呃我建议你可以去想个东西就是说你的节目啊听完之后听众能干嘛 就这个内容对他都可以干嘛他呃听完会有什么感觉你希望他听完感觉变怎么样可能是所谓感觉意思说他可能本来是很负面 本来心情不太好听完之后变很好这也可以这样娱乐型就达成这个效果吗对不对那我更多的是希望说听完之后听众采取什么行动啊行动 所以我会给一些具体的步骤像我刚刚说不要写稿啦然后呢你这个呃这个大纲怎么写了对不对这些行动后会我常讲 讲说时间管理啦或者看书的东西我更focus在行动层面的啊或者是我我也放在很多状态层面就是举例来说呃我一开始跟你讲说如果短期没有人听不要紧你要继续录对吧这个就是希望你可以继续录啊所以价值还是第一价值还第一所以讲到价值的我们就要呃有点讲个题外话应该插出去讲一下就是说 我刚刚讲输出很重要但是为了充量一味的输出他也会让我们品质降低也就是说有些我有些学生啊跟我讲说啊我在做这个直播啊就录这个podcast哇录到不知道讲什么觉得空空的那我就问他一件事说哎你最近看什么书啊或者你最近看多少书 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他忘记输入了那嗯我自己有种经验啊有的时候好像不知道讲什么讲什么人家知道这个时候他是一个讯号就是啊我最近没什么在学习没有input 所以input output他的平衡很重要所以如果你要给人家价值首先就是先学习阅读啊让自己先输入价值给自己那么你就有机会去输出更好的价值好所以这第四个点 第五个点我们先讲七个关键哈这第五个点啊这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你在录这个podcast的时候啊哈你需要去想象一下对方 收听的场景其实在销售里面啦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穿进对方的鞋子啊因为有的时候销售人家介绍的时候啊就一直说啊这个很棒这个很棒你一定要买这多棒多棒他其实有的时候没有穿进对方的鞋子里面去感同身受在他的立场想一下说他想解决什么痛点他有什么渴望那么这个podcast也是哈因为其实你看现在那么多节目啊然后他随便一滑 他可以听别的节目他就可以选择不要听或是他可以选择看YouTube为什么他今天要听你的这个场景我觉得挺重要的哈你要去想象一下说嗯他是在什么状态会打开这个节目啊好像艺人公司实战手册我期待就是什么期待就是今天大家都想做鞋杠吗做想做艺人公司想要呃自己帮自己工作 然后赚更多然后赚更多的钱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更快乐吗好那我在这个节目我就提供 你如果要做艺人公司你需要的工具你需要的策略你需要的看的书你需要锻炼的心智我就在这边跟你分享所以说我的场景就是 一个正在想要做一个正在想要做艺人公司或是正在努力做艺人公司的人他时不时的可以想要充实自己想要把公司做更好的时候他就打开这个podcast他就可以得到呃必要的知识可以得到能量 这是我的场景那他会听的场景呢可能是他正在通勤的时候他每天就打开这个去补充对的知识对的能量啊或者是呢他呃这个场景是他说啊现在好烦呢不知道做什么啊听一下rion这个艺人公司实战手册好了这是我我在设想的场景这是一种场景他那样的场景就说呃你觉得他听的时候是在放松还是在开车还是在打扫还是他这样专注在听因为这个会影响你 呃你需要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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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一个股票 那个我就没有把它重置传到 podcast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画白板 我有画各样的东西 那所以那个就不适合 呃做成音频 但是如果你忽略了这样的事情 你就容易在音频节目里面 去讲很多太模糊 需要视觉效果 才可以听懂的内容 那这样就不适合 所以这也是这种常见的考量哈 所以总之呢 你要去想象一下那听众 到底是谁 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听 然后他是在什么场合听 这些都有助于你去呃 去策划你的内容 ok 好 所以这第五个点 第六个点呢 这个是在录音频节目 其实呃 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我在 我我youtube里面有一个影片 很有意思 你可以去看哦 我有一次直播讲 为什么烂影片可以有 4 4.6万订阅 好像那个时候我有4.6万吧 然后那个时候大概两百万的观看 吗 整个频道 其实 以大的 koll 来说那是很少跟大的比 然后因为很多人一支影片就 十几二十万了 但是呃 以我这样一人小成本制作来说 我觉得呃 我还算蛮蛮开心的 有这样子的成绩 我那个影片里面就在讲 我的我的youtube影片呢 很多都是那种 我们点youtube不是会可以 点出什么呃 hd画质或720p这种东西吗 我很多影片都是480p 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我直接 facebook直播完download 然后就上传 那画质之差 那很糊糊的这样子 但是他仍然 我记得我有一个影片叫做 如果月薪三万我会怎么理财 哦那个影片呃 画质很差 但是他好像后来有三四万以上的观看 那我就讲为什么呢 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呃 我刚讲到价值嘛 第二个呢 你就要去理解的件事情就是说 今天这个人 如果你是要纯粹透过声音 去跟他做交流的话 你就要训练自己去描绘细节的能力 这东西我还在练习 但是我觉得我的觉察力越来越高了 就是我只要讲到 稍微有点模糊的 我可以想象到 那个听的人觉得说 你可以再多讲一点 有时候我在听节目会这样啊 听一听听到他讲到一个关键 讲一讲讲一讲 我就期待他再多讲一点 他就没讲了 你知道吗 那我就觉得啊 好想再多听一些 这东西你要觉察到 你要穿进这个 这个对方的鞋子里面 去练习描绘更多的细节 其实在讲故事的时候容易描绘细节 因为你就叙述说 那个时候他谁讲什么了 然后我讲什么了 我怎么样觉得 讲故事的时候容易 但是在讲书 讲一些所谓的道理 讲一些这个 就是这种 心得分享的时候 他容易是抽象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练习 你需要练习 把更多 你心里真的想的 你真实的感受描绘出来 OK 所以第六个呢 这个叫描绘细节 那这东西要怎么样具体的来做练习呢 我来想一下 以前我学 这个作文的时候有个方法叫做 呃 你就想像是一个这个口香糖 口香糖呢 他不是吃一吃可以拉长拉长吗 对不对 好 就是说呢 你你原本想讲的话叫做本体 啊 那你可能本来都是一句话 就把这就是本体讲完了 就像我说 就像你刚刚 我们拿前面的前面的点来讲好了 啊 呃 我前面是讲个点叫要不要写稿 好 那你练习在讲的时候呢 你就要讲 呃 要不要写稿 我觉得不要 这是本体 但是呢 你你要去挑战自己问为什么 就是要不要写稿 我觉得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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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下 好 那要不要写稿 我觉得不要 因为怎么样 对我这想先讲 先讲 why 你可以讲 what 那如果不要写稿的话 那我们能怎么做 就是 what 对吧 我们能如何做 就是 how 你可以讲各式各样 就是不断的自问自答 自问自答 你就会把这个本体越拉越长 这就是一种练习描绘细节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在录音频节目的时候 特别重要 啊 他才不会显得太模糊 太抽象 或是水分太多 好 7个关键的第7个关键呢 就是要不要投资设备 啊 很多人在决定要录podcast吗 对第一件事情就干嘛 先买麦克风 对对 啊 找一下说他是用什么麦克风 啊 要录 youtube 就先买相机什么的 好 我可以给你建议 我认为 设备 不是最重要的 啊 我自己 的podcast 你去听前面啊 前面十多集 那声音之壶啊 因为我在车上嘛 还有雨刷啦 方向灯啦 什么的 然后 那个我根本没有接麦克风哦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样开车是不是违规 我就 怕违规吗 我就纯粹 架在那个导航上面 然后他就放录音 然后那个收音好像也很差 就这样录 这样也是录过来了 而且 我自己看后台有些那种很糊的收听量还蛮高的这样子哈 那我的youtube也是就是呃有很大量全部就是iphone直播然后传上去甚至没有进剪辑软体 那我是不是没有买设备呢 我有我有试过就是我有一只那个blue yeti有很多人在录那只麦克风 然后我有买一些相机我也试过啊用相机来做一些录制 那当然效果会蛮好的 像我现在录制的这一个画面啊是这个sony zv1 然后我在录制的这个麦克风是呃 scarmonic 的这个无线麦克风 但是没有这个有没有关系 也我觉得完全没关系 你还还是录制吗 我认为如果我是现在刚开始要做的哦 我建议你怎么录 你就把手机拿起来 不用外接麦克风哦 然后开那个录音 然后靠近一点 在一个够按键的地方 这样录就够了真的真的这样录就 就很棒了我觉得因为呃 我还记得前阵子听那个蔡志忠就是很厉害的一位漫画家哲学家思想家哈 呃你可以上youtube找他的演讲我就挺好的 他说他在画漫画 一只有花1%的时间在画 另外99%都在编故事 因为他说内容才是王道 哦所以内容内容内容 我觉得这个相当呼应的就是其实也不是比说你画质多好 你的录音品质多好 就是比你现在讲的东西有没有料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让听众听下去的动机 呃有没有满足他的需求 有没有去解决他的问题 解决他的痛点 然后如果以这种价值型内容的话就往这边 那如果是以故事型的话呢 就是你故事精不精彩啊 你的有没有呃引发好奇心 有没有呃让人家听了觉得生利其境啊 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哈 所以要不要投资设备呢 我建议啊如果当然啊这个呃 这个经济力不是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都买最高档的没问题啊 但是初期的话呢 呃我认为一只手机够做到你上排行榜了啊 够做到至少可以有一群小群众跟你一起这个呃 互动同乐了吧哈 所以呢要不要投资设备 我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开始是不用的啊 我们来整理一下好不好 七个点拿七个点 第一个你要有长期抗战的打算 啊我觉得每周二跟以上是要的啊 那你要维持一年啊 那呃以总急速来说呢 先先给他录个50集再说吧 50集后再来看看到底 自己是是这个东西做的适不适合 不要太快去评价哈 你一定要不断出现不断出现不断出现 不要太久没出现 ok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当然啊 如果你可以固定每个例 每周几几点上节目 那可能是更好的 但是我坦白跟你说 我就是没这样做 就是我这应该是我弱点吧 我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我youtube podcast 都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时间 但是我认为 我有做对的地方就是我没有消失过 就是这四年来三四年来 反正我时不时就是会出现 就是会出现 ok 第二个你要以中为时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录这个podcast 你要你要知道你几年后 你不要讲几年后 一年后好了 你希望这个podcast长什么样子 那你希望他为你 帮帮你怎么忙 像我刚刚讲 我要记录 我要做生意 然后我希望可以有更好的能量 这个回馈 第三个要不要写稿 我认为不用 第四个 价值价值价值 你希望你的听众听完之后 他可以多学会什么 他可以有什么感受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第五个 你需要去想象他听的场景 他是在什么的场合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为什么要听这个东西 第六个 你要练习去描绘细节 因为你只有声音 可以去跟人家竞争 对吧 你也不要讲竞争好了 其实也跟竞争没关系 你只有声音 可以跟你的群众接触 你只有声音可以跟他互动 那你就要试着去描绘更多细节 他拉长用自问自打法 第七个要不要投资设备 我觉得不需要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 就是你要投资设备 我要投资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高级的设备 到目前来说 然后我也没有 其实我试过 我也有上网去学 就是说你的声音 你要用什么进什么机器 进什么软体 后置 低频高一点 什么好听一点 或许吧 但是有时候就懒得做 我觉得 应该会有帮助 因为听起来更有质感 但是他绝对不是最最重要的 我觉得一直出现 有好的内容 才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以上七点呢 就是如何用这个Podcast 来做内容行销的方法 内容行销其实真的是 今年也不是今年了 这几年 网路社群 蓬勃发展以来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方 一个手法 如果你要做一人公司的话 那么内容行销你是一定要练的 你一定要做的 而且我强烈的建议你 这东西不要外包 至少初期的时候 我们一人公司嘛 就自己来做 你才更知道 因为你是最在乎你的产品 你是最在乎你的服务的 你是最了解你的产品的 你不做谁来做呢 对吧 所以内容行销 你一定要做 那么Podcast 是一种很好内容行销方法 那如果你想要学其他的内容行销方法 还有我很多内容行销的策略方法的话呢 你可以到KOL formula KOLFORMULA.COM 里面我有录制一个一个小时多的免费课程 你也可以看一下 我是怎么样去计划这些内容 然后怎么样 透过内容行销 透过销售漏斗 透过各个社群平台 把这个一人公司建立起来 OK 好那么以上就是 今天的Podcast啦 中间有一个话题没有讲到就是 我中间本来要讲 我为什么有资格录这个 除了我录了很多YouTube以外 另外一点就是 我是一个重度的Podcast 收听者听众 听者使用者 我在做德州扑克职业玩家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听Poker的Podcast 然后到开始做网络行销 听了大量的英文的 网络行销Podcast 所以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些 我觉得很棒的Podcast 或许下一集吧 或许下一集 你对于什么样的类型的Podcast会有兴趣呢 你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 你有兴趣的 或者你在收听的Podcast 那么下一集的话 我就会来分享一下 我在收听哪些Podcast 哪些Podcast 我觉得你是一定必追的 OK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兴趣 如果你要我这个 今天的这个影片搞的话 请到Telegram里面找RW秘密频道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我会把稿穿上去 那么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能够帮个忙的话 就是帮我按个赞 帮我按个五颗星 然后把这个影片 或把这个音频节目 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有在追踪这个频道的话 你一定知道 利用社区媒体行销 是现在做生意最好的方式 而且很有可能的是 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一个 你很自豪的产品 你希望可以卖得更多 找到更多客户 又或者说 你现在正在带你一个 很有潜力的事业机会 你希望可以找不到更多的人 并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 但关键的问题是 到底要如何在没有任何经验 敷衍完全从零开始的状况下 在网络上建立自己的品牌 并且搭配销售漏斗 打造完整的销售流程 4年前 当我刚接触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任何经验 但因为认定这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放下所有的怀疑跟恐惧 从零开始学习 并且实作 现在 我利用所学 建立了属于我自己的网络事业王国 这是我做最好的决定 如果你对所有的步骤有兴趣 你想要知道更多细节 我有一个线上讲座 在里面我具体说明了 要如何利用社群媒体 建立个人品牌 并且搭配销售漏斗 打造你的网络事业 你只要到KOLFORMULA.COM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影片 KOLFORMULA.COM KOLFORMULA.COM 这是我今年做的最好的决定 也希望这个内容可以帮助到你 祝你学习顺利 我们讲座中见